桃园县政府嘛 但是本席其实有看到 这样的一个事件本身 事实上 从他刚开始核发 我想那时候你还不是 环保署署长了 这个十几年前的事情 那一直到95年 其实就有居民 做出抗争的行动 然后96年呢 曾经召开审查会议 97年监察院 其实也行文纠正 然后98年也召开了 环品大会 这一连串的过程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这个基本上 华映跟友达 这两家公司的这个废水 排放到萧里希 其实是不对的事情 因为萧里希本身是 甲种的水体 那在这个状况底下 98年既然环品大会 都已经做出来了 希望说桃园县政府 要有所动作 为什么会拖延这么久 就是这当中的这个 整个行政的管理 跟我们强制性的措施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书长可以讲一下 出在桃园县政府 他一直不愿意 把他们的转移到老杰西 所以我们在过程里面 我们一再地纠正他们 他必须照我们 环品结论来做 但最后的结果 他还是没有照我们的 环品的结论来做 所以我们会发展到 撤销他的这个 现在已经核准的展颜许可 对 可是本席的问题是说 其实从98年到现在 有一段时间了 到底中央对地方 我们的这个管理的 这个行政措施 强制性到多高 就是说当地方政府 并没有依照 中央的这个决议来进行的时候 是不是只能提醒再提醒 那怎么 譬如说是两年之后 才让环保署做出 这样的一纸公文 这个决定有可能再更提前吗 因为这当中这个延缓 其实这当中 损失掉的是这个核船 它是甲种水体 持续持续的排放 那它受到的污染 还有就是说当地的居民 那这样子的一个 应当要有作为 但是呢 看起来行政速度是缓慢的 这个有可能改善 我想这件案子从97年 我一上任就开始处理了 所以其实做了很多的动作 那这样的一个两线的争议 然后一个县市 又不完全照我们的要求 做的情况 还是第一次 所以为了让这个获取 我们可以介入的话 我们还修改了一些 我们的公告的一些办法 让我们后面可以进去处理 所以现在我们除了撤销之外 如果它后面 还是做不合法的许可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进去代执行 然后由我们来发许可 那这样的一个程序 我们也做了一段时间 做这个准备 但比这个还更重要的时候 如何去确保 他们现在排放的水 对现在正在排放的情况 不影响现在当地居民的饮用水 也不影响它的灌溉水 这是更重要的 所以他现在的这个水 我们做了很多动作 所以我们也进去 跟民众互动 我们当时也供水 我知道当时你们供水 也改自来水 这些动作我们都做 让他们不会去直接饮用水 那个只是确保居民的饮用水的部分 然后灌溉水的部分 但是灌溉水的部分呢 它是持续污染的 也开始要求他们 把他们这些高浓度的 高导电度的这些 这个部分的水啊 分出来之后 完全现在也外运到 不进入这个销里面 而到观音工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这是大概是今年的 去年的事情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再缩短 在环保署 是已经在做了 我知道在做 但是就时程上面 本期看来 这整个你看95年 居民的抗争 到目前为止 到现在环保署下的这一纸公文 那个中间是五六年的时间 可是这个污染 其实是持续的 对那个整个灌溉流域的污染 其实是持续造成的 我的意思是说 行政单位 有没有可能从这个事件当中 彻底去检讨 其实我觉得 河流对台湾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水域跟资源 就像环保署 你们提到的报告里面一样 那可是 这样的一个污染的情况 就本期看到的 就是从环保署的报告里面 严重污染核断的长度比例 这六年来的变化 其实是很小很小的差距 这六年来 大概是6.2%跟5.3%的差异 也就是说 几乎它能改善的速度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缓慢的 所以 一旦河川受到严重污染之后 你整体政府要投入的成本 其实非常高昂 可是那个效果 也不见得看得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看到的是说 这几年来 我们的环品 我们的环品到底做得好不好 这几年来 如果统计一下 大概这近六年来 就是有条件通过的这个环品的比例 跟需要到第二阶段进行环品的比例 大概是11比1 就是我们大量的采用有条件通过环品 那可是这样的状况底下 我们也看到现行的一些问题存在 譬如说像美丽湾 苏花改 中科四企等等 就是这一些的个案当中 都是在有条件的通过底下 我想请教书长的是 我们现在为什么有条件通过 使用的频率这么高 那这当中有没有我们把关 其实是不够严谨的问题 我们到底是怎么做的 那如果以这个消理系 这个个案来看 他当时是不是也是有条件通过 我想第一个回答就是说 其实从消理系这个案子 确实是有值得检讨 将来可以感觉的地方 我想这是没有问题的 经过一次 就有一些新的进步 应该继续教训的地方 第二个就是他的环品 基本上他也是有条件通过 没有错 那再来回答就是说 是不是我们越来越多 有条件就表示我们的控制品质不好 事实上我们其实做了一些变化 就是我们在第一阶段的 这个公民参与 或者专家的参与 我们建立一个新的制度 我们叫专家会议 那让怎么样 就是一旦有争议的议题出来的时候 我们让争议的各方 推荐他们信任的专家 由这个信任的专家来怎么样 针对所争议的议题的 科学界的有共识 没共识的把它确认 然后这个再交由 这个环品委员这边再来去处理 所以这样一个机制 其实让 有改善吗 就是后来的几个案 其实到后来我们也发现 环保团也很肯定这样的一个机制 这个机制是一个专业的平台 科学不是万能的 但是起码我们要知道 科学已经告诉我们的共识是什么 没有共识是什么 然后在那科学的技术上去 其实环品其实很重要 就是搞新科学的事实是什么 有共识没共识 没共识的部分 才交由所谓的后面的利益跟价值 去做一个取舍 其实前面是要把有个机制 大家有个公信力的 其实这个机制 我知道 我刚刚的问题是说 为什么后面这几年我们看到 有条件通过的比例这么的高 因为事实上根据法令里面来讲 它有几种你可以做的嘛 第三种就是说 应该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环境影响评估嘛 为什么这个部分 采用的比例这么的低 这几年来 这几年来其实看到的是有条件通过的 这个比例其实升高这么多 是不是有其他的考量或其他因素在概念 我这样讲 其实真正的 不管进不进二阶 不管进不进二阶 真正的通过 其实两个case 一个不通过 或者 机不通过案都会有一些条件的了 所以其实都是有条件通过 不管进到二阶把条件动得更清楚 或者一阶条件就已经清楚 所以他专家 委员很有信心说 这样条件就够了 不够的时候 才说进入二阶把他搞清楚 但是我们现在改进我们的机制之后 甚至我们也做到 像我们苏花改 为什么那么快可以过 其实我们一上来 我就跟毛部长讲 我说 以前都是把 大家躲起来做还评报告书 不让大家知道 等到送到我这边来省的时候 才公开出来 然后大家开始吵吵吵就拖得很 所以现在一开始 现在一开始 像苏花改 都公告了吗 他一开始 我就请他们去 跟环保团体 跟单地团体 去多互动 让这段时间 时间不要浪费了 去好好去沟通 所以其实苏花改 你可以看到 送来的时候 我们去开会的时候 他几乎没有什么 不同的意见 好 苏长 我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除了环品的议题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科技的日新月异 台湾其实这么多的高科技产业 你们的报告里面也提到了 现在产业用药 多元 而且复杂 我想请教的是 环保署跟得上这样的一个脚步吗 就是高科技厂商 他可能有一些 他的成分原料 他不愿意透露 但是你的检测技术 你有办法去跟得上 他的这个研发的速度吗 那怎么样去评估 这样的一个元素 进到河川之后 他对于人体健康的威胁跟风险 是您讲的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也就是速化机之后 或者我们前面这几个 不管是中科三级四级 在环品史 他过程 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现在 这是要修改毒性化学物质管理法 而引进欧盟的REACH REACH的制度 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化学品的 要搞清楚 它的环境的危害的责任 给产商 那现在环保署 整个加快的脚步跟速度 跟着上这些产业研发的 这个脚步跟速度 有多快 所以当你把责任给他的时候 他必须搞清楚 他才能去 真正去做 是吧 所以在REACH的制度就是说 他是说 他必须要提供足够的证据 所以REACH开始全面的 针对既有的化学品开始去塞 对新的化学品 就告诉他 得到什么样的数据才能够 而且他必须揭露 这样的一些要求 那现在我们在 台湾已经开始要做了吗 所以我们的修正案就放在 放在哪里 毒性化学物质管理 那个修法的 已经送到立法院了吗 我们现在要 因为送到行政院之后 有一些意见我们回来 那这个可会加快速度 我们现在这个汇区能送出来 对好不好 这个部分务必要加快速度 因为新的科技 新的这一些毒物 对人体的这个影响 我想这个其实是 我们修法速度 要跟上这个科技的脚步 好不好 好的谢谢 那另外一个 就是你们在报告里面提到 现在列管的污染的场地的比数 本席看来其实是觉得蛮高的 就是说有越来越高 比数有越来越高的情况 那在当中 2783处就有2278处是农地 所以我们现在农地的污染 是不是有越来越多的一个情况 而且本席听说 最近是不是关于这个炼钢 废炉渣 有想要开放农地 可以来存放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请环保署说一下 我想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有个土 无基金 有一笔经费 在过去这边的应用 都比较保守 那我们这几年 我们就开始了 我们认为说 应该是很系统化的 先把调查工作完全做好 确认藏值在哪里 然后能够到那之后 然后再有时间去整治 所以你是看到我们的用的经费 最近也提高很多 几年来提高很多 我的关键问题就是说 我们农地污染的状况 没有越来越多 发现比数越来越多 对 发现比数越来越多 不管是农地或 那这部分我们的管控措施 但是农地 农地在过去 其实是发现了非常的多 我们已经完成了整治的 也是最高的比例 因为在过去 我们有全面先对 我的意思是管控 管控的能力 我不希望说 虽然就是一直在成长 然后你们一直在长 那个其实是污染是扩大的 我的意思是说 你管控农地 不要让它在持续性的被污染的这件事情 有没有办法 那就是污染源的 而且是灌排分离这些 那在这边的这个困难度很高的 特别在灌排分离 可是本期希望这个部分 可以加强去做管制 好不好 是的 因为基本上农地 它种出来就是农作物 但是一个健康的循环 一旦就是台湾民众吃到之后 我想那个对身体的伤害 还是蛮大的 好不好 好的 好 谢谢 好 我现在宣布一下 我们再两个委员 我们再休息一下